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上个礼拜Stanley所问的问题 他说名词前面到底要放什么 放形容词吗 能不能放名词 所有格也有看到过 我在下面已经列了一些 我们今天会讨论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 要是你都会 你把影片关掉我也不怪你 要是有些你看了会觉得 这个我也不懂 或许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说真的我并不是每一个都有解释 因为有些我自己想破了头 或者我找了一下资料 找一找我就发现 找不太到我就放弃了 所以在我们进入这个之前 或许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事情 太过于钻你我脚尖 不见得是有益健康的 我们先看一下清淡 到底是convenient store 还是convenient store CE结尾跟T结尾 你可能早就已经背过是哪一个 所以你知道正确答案 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 这个我是有解释的 所以等下你听下去 至于其他的我不见得有解释 像例如说 Stanley提到的 你的胰岛素的突然间暴涨 暴升胰岛素 insulin spike 为什么不是所有个insulin spike 那另外我来举了另外几个 adrenaline rush或者叫brain damage Eye strain这几个也都是固定的用法 我们等一下一路走一走 那再来就是这个 我觉得很难 而且我也找不到答案的 boy toy还是boy's toy 哪个对 然后甚至再往下看boy scout boy score or boy score 那女生呢 girl score or girl score 里面哪个是对的或哪个是错的 我们等一下来看下去 然后至于 我在我的回应中举到过一个例子 台湾啤酒 我们叫台湾beer还是台湾nees beer 这我们等一下可以解释一下下 然后再来就是5年的经验 这个会是出现在履历表上的一个说法 到底是5 years experience 还是the experience of 5 years 我这里当然先做好笔记是等号的 只是你履历表上会出现哪个版本 你可能就不见得知道 OK 是这个5年所有格的experience 还是the experience of 5 years or 5 years experience of什么呢 Right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叫a week's pay 这对还不对 那下面这些的话 我看看时间怎么样 再考虑要不要讲 所以我们回来这个档案的头 来我们这边来开始先说第一个 便利商店是哪一个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是这一个 convenience store 为什么 为什么便利商店不是这个就好了 Right 我今天假设手上有个工具 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It's a very convenient tool 好像没错吧 convenient tool 为什么 这里并不是用形容词放在store前面 Right 好 那我的解释是这样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家楼下 有一家 五金行好了 或者有一家 修摩托车的店 那或许有一家卖 I don't know 卖桌游的店好了 那这些店 因为在你家的楼下 因此他们非常的方便 这么说没错吧 所以我家楼下的桌游店 跟我家楼下的修摩托车的店 跟我家楼下的五金行 虽然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名字 比如说五金行就是hardware store 那你如果讲摩托车修摩托车的店 可能你可以叫他 Motorbike shop Motorbike garage 或之类的 大概都行 你叫他repair shop 大概也说得通 对不对 那我刚刚讲另外一个是什么 桌游店 所以一个店他专门卖桌游 你或许叫他board game store 听起来怪怪的 但一般卖桌游的店 可能会另外取一个比较fancy的名字 但如果用分类来说 你说他是一个board game store 我大概可以理解 It's a store that sells games 可是我刚刚说 因为他们三个都在我家楼下 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都可以称他们是 convenient store because they are all convenient to me Right 所以便利商店 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名字的话 它也就 如果你用这个来称呼它 它就只变成是一个很方便的店而已了 我们听不出来 这个到底是便利商店 还是你在讲你楼下的机车行 还是你在讲你楼下的五金行 因为如果便利商店跟他们 都一样很方便的话 都是convenient store的话 Well then they are all convenient They are all convenient stores 所以便利商店是有一个另外的名字 就是convenient store because they provide convenience to you OK They provide convenience That's why they are convenience stores 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 好不好理解 OK 所以或者我可以再说的简单一点点 convenient store 是贩指任何方便的店 它不是 它不一定是便利商店 其实便利商店也可以是一个 convenient的store 如果它在你家转角而已 对不对 好希望这个理解了 继续往下的话 这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有太多的道理在里面 如果你今天的胰岛素突然间狂飙的话 我们通常就把那个东西的名字放在前面 我下来接的这个叫做肾上腺素的狂飙 你有看过人者龟的话 他们其中一个招式就是 肾上腺素狂飙 然后就变得特别厉害 这个在人类身上我们也常听到 这是一个医学名词 adrenaline rush 我们讲说你家失火了 你突然间又有力气 冲一下可以把你家的冰箱 或者把你家的钢琴都能够一个人抬到楼下去 因为你的肾上腺素爆发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做adrenaline rush 我们就没有1PS 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身体的器官 或什么这些的 就当成一个形容词放在前面 来让它修饰名词 所以insulin spike也是这样的概念 脑部受伤 brain damage 我们不会说它是脑部的受伤 因为这不是这里的所有格概念是蛮薄弱的 懂我意思吗 它并不是脑袋的受伤 它是脑受伤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 或许没有 眼睛不舒服 眼睛疲劳一样 ey strain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强调那是眼睛的疲劳 但我知道中文我们会说 你的眼睛的疲劳可以借由热服来缓解 眼睛的疲劳 但你也可以理解这个可以称为眼部疲劳 没错吧 如果是眼部疲劳的话 它真有所有格的概念吗 或许你可以接受它是没有的 OK 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 接下来这一块 我除了头两个之外 接下来的部分 我还真的是提不出什么解释 我试着去找过一些资料 找不太到令我自己满意的解释 或者我应该说根本屁都没找到 如果你比较会Google 或许你可以试试看 下面可以分享给我 我也受教一下这样子 但我至少可以解释头两个 因为Stanley也是问 男生的玩具 我们现在不管什么 各种性别平权的观念 我们就讲男生的玩具的话 为什么不是boy toy就好了 为什么要讲boys toys 所以这是正确的 boys toys and games 这and games我把它去掉 没有必要 没有意义 事实上这是一个wikipedia的 一个entry 所以我看到它上面写的就是boys toys and games 为什么不能用楼上这个boy toy就好了 男生的玩具 我可以理解你的出发点 因为我们讲一些别的词 例如说男孩团体 像什么nsink 或者是backstreet boys 你看我讲的都是那个年代的 今时今时我们讲一个BTS 防弹男孩 防弹少年对不起 fuck 好像名字讲错 防弹少年 防弹少年是不是就叫做boy band that's right 既然band用boy修饰就好了 boy band男孩团体 为什么男生的玩具 不能用boy toy来说呢 好 所以我这里讲一个逻辑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就是老老实实一个名词 或者可以当形容词 或者以及所有格之间的取舍的时候 我们的取舍有时候是为了不能造成误会 因为boy toy 你如果去google它的话 你会发现boy toy的意思是 好 toy essentially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个字 走在一起 它后面那一个字 才是它那个东西的本质 我再说一次 后面那个名词 才是它那个东西的本质 懂我意思 所以男孩团体的本质是个band 重点不是男孩 they are a band and they are a boy band they are a good band they are a singing band they are a performance band they are a boy band right 他们是个男孩团体 他们是个好团体 坏团体 男孩团体 boy是形容词 but they are a band 好 那所以boy toy是什么 a toy 它是个玩具 你加个boy在前面 它的意思会变成 你想象一下 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然后在 然后随着她的年华老去 她又在家里非常孤单 她就找几个男宠 来当她的男孩玩具 大概懂我意思吧 that's boy toy he is a toy but he is a male toy and he is a boy so he is a boy toy he is a toy 所以我们不能把男孩子玩的玩具 用boy toy来表达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只好把男孩的玩具 变成了boys toys 男孩的玩具 我们要强调是男孩的 而不是说这是一件 男孩子玩具 这不是一件玩具 然后它是个男孩 你大概懂我意思 OK 所以 所以这个我还算解释得出来 然后接下来 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 这个boy band 不会造成任何误会的话 因为 it's a band and they are they consist of boys so it's a boy band 所以这个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boy scout 也就是一样的概念 这个把这个翻译成是那个 童子军 OK童子军 boy scout 需不需要什么所有格 像是玩具一样 不需要 下一个我个人误解 我不懂 我想找答案找不太到 我只知道网路上是这么告诉我 而且我自己所习惯听到的 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说 男校 建宗啦 熊宗啦 台中一宗啦 台中一宗是不是 对不起 我可能不够熟 但建宗是男生 熊宗也是 熊宗我知道有女生的 我们可能不要扯了 我们讲熊女好了 熊女真的就女校啊 对吧 所以熊女的话是 这个吗 girls school吗 就女生复数加一个一撇吗 没有错 OK 所以男校也是一样 boy school所有格 我不懂的是为什么不叫boy school就好了 其实 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boy school跟boy band跟boy scout 是很OK的 可是 正确的答案是需要所有格 所以左边对 这个不对 那这个我自己也 不太能自圆其说 可是again 我必须要跟同学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有时候对一个语言的学习 就是不要 钻牛角尖 也有的时候 你对他的理解 只要 只要到一个你愿意接受 的那个 就你丢下去 研究的功夫 或许研究出来的答案会让你很爽 可是有可能你 找不太出什么答案 那这真的看人 因为有人会觉得 我他妈的就是喜欢追根究底 By all means Do that Go ahead But that's not me OK 我可以提供我所会的 我在英文的世界 已经泡了超过20年了 那我相信我会的 比台湾的同学多很多 可是我绝对不是一个 什么问题 都有办法回答的人 But I try 那你有问 我也会试着去找 可是这一个 我这一个题 这题 我还真的是 我自己思考 然后我找答案 还真找不太出来 我个人觉得 Boy score听起来很OK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全部是男生的学校 下面这个 All boys score 也是可以的 事实上 All boys 我可以理解 就全部都是男孩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所有格会加下去 All boys 这可以 OK 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版本 那唯一不对的就是 我们觉得好像OK的 Boy score Boy band Boy scout 为什么不用Boy就好了 I don't get it 所以如果你有答案 欢迎你分享给我 我很愿意从你身上学习 你找到的资料 我很愿意去看一看 因为我没找到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是我搜寻的功力 不够好也不一定 好 所以这里OK的话 我们就再往下看 台湾啤酒 我也加减酸可以解释 我们的确很常把 一个地方的名字的 就地方名字的形容词 或国家名字的形容词 放在名字前面 当做修饰 例如说 日本坐的车 Japanese car Right Japanese car 那美国的食物 American food 所以不是America food American food Right 所以这样的形容词 是很OK的 像Mexican Korean Right 所以韓国的 墨西哥的形容词 所以台湾的啤酒 Taiwanese beer 很OK吗 但是 台湾的啤酒 是不是有很多种 霸壁乳 还有什么 其实我想不太出来 反正我们台湾也缠了几款啤酒 大概是 因为它是台湾缠的 So they are all Taiwanese beer Bear甚至可以加附数 They are all Taiwanese beers 可是如果这一家公司 它要把它的公司的名称就叫做台湾啤酒的话 那它就是台湾啤酒 因为台湾变成它的品牌名字的时候 那就这样子 Right 所以这也是能够理解的 所以台湾的啤酒 饭指任何台湾产的啤酒 跟台湾有关的啤酒之类的 像我是个台湾人 I'm a Taiwanese man 我就不会说我是一个台湾man 这则是因为它的品牌名字就是这样 它把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名字 当成品牌的名字 所以它就不用变成台湾的的概念 OK 再来下面这一个 刚刚前面稍微说了一下 5年的经验 例如说你曾经当过5年的汽车业务之类的 那你会说 你在履历表上会写着 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ar sales 这样子吗 5年的经验 5 years of experience 事实上我以前在写履历 或者帮人家改履历的时候 我还真的对这个是一知半解 但我帮的人还是得到个好工作 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不见得多了不起 可是以一个纯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不会写这么长 他们不会写5 years of experience 或者the experience of 5 years 这样的这一串话也不会出现在履历表上 我们会看到的真的是5年的经验 这里仿佛是有一个拟人法的感觉 5年这个东西能够拥有经验 那你会觉得 哇 it doesn't make sense 年不能拥有经验 是你拥有经验 为什么是年 然后所有格呢 而且复数先加s 再加apostrophe 这样对吗 我可以跟你保证这样对 因为我真的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 人家教的business writing 就是这样写的 所以你说这合理吗 不合理 我有办法可以自圆其说解释它吗 没有 我只能告诉你 just take it just take it OK 那接下来下面这个 我刚刚说 一周的薪水 a week's pay 这个EPS对吗 还是你一定要讲得很啰嗦 oh I got to pay for a week 那不需要 你真的直接说 a week's pay就可以了 OK 一周的薪水 a week's salary that's fine too 所以我们就把这里讲完了 那我觉得这个影片十多分钟一点点还不错 我大概就不多讲这底下了 因为这边讲讲 大概还得又再讲个十分钟 那这影片太长 会觉得比较没人想要看 不过如果你想看这几个的比较的话 画面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可以下周再做一集 OK 就历史的 到底是historic还是historical 那informative跟informational有没有不一样 economic跟economical 这个可能会的人或许比较多 那最后的imaginative跟imaginary有什么不一样 again if you want to see this I can talk about it next week 但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做到这里就好了 希望我的解释对你是有一点帮助的 当然我也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解释里面每一个 但是I try OK I did my best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